要走了要走了 营地停水了 我们房车里也没加到水 无论如何 今天就要离开喀什 前往帕米尔高原了 出风 过了第一个检查站 就可以看到大片大片的雪山了 雪山离得很近 但是你猜现在车上的温度计显示是多少 温度应该有20来度吧 30 进山之前36 然后现在显示30 头顶上就是雪山 再进过 很神奇 我的妈呀 我感觉这个雪山随时能崩下来 那块有冰川你看到没 看到了 感觉那块都可以随时 我打个号它都能落下来 其实应该离得还很远 很远 现在的海拔是2800多 一路就没感觉到上山 海拔升得还挺快的 拖子比较宽 所以一时半会感觉不闹了 但是半个小时你就感觉上了六七百了 啥情况 堵穿了 风路了 是不是因为昨天的泥石流 昨天的泥石流 昨天晚上 这边的朋友都已经给发 说是已经清空了 两边都堵着呢 两边都不让过 这边是转这段风 有可能 昨天就是这泥石流了 看着像是泥石流的样子 停在雪山底下 爽不爽 哇塞 右边离得太近了 看不到雪山 但是左边这一圈全是 应该是昨天泥石流那个地方 现在能看到大铲车在那挖掘机 在那施工呢 然后下面河里面 这个水 就感觉像是那种 接近于固态的 江的那种 就是泥江的那种感觉 我拿无人机给大家侦查一下去吧 其实只有500米 要不你过去看一下 我走到那它通了 所以用无人机侦查一下 有所要的太多 但我不想你也难过 也许该坚弄或者 快乐痛苦不说 我们没有理想 流浪没有方向 只是梦中一脉结 守着一片惊慌 像个美 你梦也无常 那永远到不了的远方 就这一会儿会儿时间 对我拍的老厂 老厂 来我们果汁子出来 放个菲儿 他掉头来 他掉头了 他掉头了 这一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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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于是梦也 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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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走了 走来有半个多小时吧 好消息 真是好消息 这车怎么不走啊 前面都走光了 你需要两分钟 要了 打个号给他 前面车都走光了 没人 有人呢 还往后溜了一下 真睡着了 真是 没见过昨天蓝色的车 没有 告诉你 他叫阿尔法罗密欧 好有辆 极小极小 昨天的泥石就是从这儿冲下来的 从这儿冲下来的泥石就有一个是一样的 通了 通了 我们现在就赶往白沙湖 现在就白沙湖了 对吧 还有12公里 我还得赶紧跑 跑过去抢车位去 现在堵的车多 大家一会儿 全用到 对 全用到那边 大家停的机会都没有 所以我现在就赶紧 先到先得 机智 我的妈呀 看来 昨天应该是这儿 对 前面应该是之前的 有点泥 而且泥石榴也应该不是光的很小 哇 看这淤泥 哇 这太可怕了 太可怕了 鱼特别的深 鱼很厚很厚的 面上的人家叫淡水 哇 得满一片泥 一定要注意安全 希望前面没有了赶紧跑 哇 哇 白沙湖到了 咱们先别观看风景 咱们先赶紧找停车场 找停车位 我说前面还在慢慢的看风景 对啊 我说你还这么兴奋 我这边都操心了一会儿 哎 找不到合适的车位咋看 哇 今天白沙湖还挺好看 你看静着那边的雪山 就是 哇 塞 不枉费我们俩 哼哼哼哼 赶那么远的路 终于把车停好了 不用跟他抢停车位了 放这我觉得自在点 你知道吗 还有点炒 对 我们晚上直播的那个点 你看 你看 你看车那边 哇塞